好了,那么在经过了上期和中期的攻略视频之后 残局得胜来到了最后两天 我们来看一下第六天第七天要怎么打 来吧 提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用汤盆冲撞 还有用鬼陀的锁条 先撞一下巴奇大蛇 然后第一轮还是锁一下巴奇大蛇吧 锁住巴奇大蛇 我觉得这场关键是不能让大蛇放大招啊 不能让大蛇带动他的小蛇摸上来放大 带动小蛇摸上来放大就要出问题 好,大蛇下一轮就要有鬼火了呀 这里上来天杖之物一下 给大蛇沉默一下 防止大蛇上来放大 修罗海锁 打个火 随手放个金鱼 OK 烈魂狂杀 然后再烈魂狂杀 最后鬼团完上来 把最后这个蛇给拆掉就行了 然后是第二段啊 然后是第二段的挑战 第二段要我们在七回合内击败鬼团完就行了 提示用孟婆的这个冲撞效果啊 沉默效果 来不让鬼团完尽引力啊 开局放大招 鬼切上来 放下鬼影伞 打出被动 给鬼团完造成一定伤害就行 然后孟婆再撞一下鬼团完 鬼切直接单看鬼团完就结束了 第二段还是非常简单的 还是非常轻松的 哈哈哈哈 好 刮完 虽然还剩下铜呢 还有作福啊 但是没有关系 已经结束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段怎么打 第三段要巧用八旗大蛇不截之力 来免疫伤害的效果 所以呢啊 这个阵容看起来也很眼熟对不对 梦回了当年的黎金版本啊 梦回了无敌的蛇白 就直接大蛇保护小白 然后就持甲扑扑扑的打就行了 扑扑扑扑扑 来嘛 双方都是化金队 扑过去 扑过去 扑过来 扑过来 这样第一轮小白就变残血了 变残血之后 八旗大蛇直接把二技能不截之力拉给小白 拉给小白以后 我方的小白就无敌了嘛 你被强化了 快送 梦回了哈哈为洗脑的那个时代 拉起白藏主 白藏主上来 打就行了 然后两个化金再补持甲呀 给自己把持甲补出来 下一轮再普攻 标准开局 标准结局 这样一来残局的第三段也打完没啊 接下来来到了最后一天的最后的最终战啊 要巧用梦婆和化金的技能机制取得胜利 先从第一段开始 提示啊 我方要巧用梦婆和化金的技能 这里点出来了 注意汤盆冲撞 注意提甲 还有注意一下苦海浮身 我方的梦婆行动三次 要在八个回合内 那这个就转移提甲嘛 转移提甲给我方的梦婆 然后云外镜再把镜右上给我方的梦婆 让梦婆享受到拉条的效果 快乐拉条 同时还要用一下躺盆冲撞 防止对方的盗火神没了这个技能呢 这就是让我们知道怎么用化金这个技能 套给高低动性单位多次打出效果来呀 最终战的第二段 让鬼童王快速积累狂的层数触发烈魂狂杀 并且多次触发齿小的伤害 这个提示已经很明显了呀 但是开局还是不用转的 因为鬼童王速度很慢 鬼童王贼慢 开局化金贼可以上来先扑一扑啊 得下一轮 下次一定嘛 欲钻金射了一剑 来 这里新冲把标记给他的鬼王走吞 让对方的鬼王走吞 被他的欲钻金射一剑啊 射一剑就可以封鬼王走吞被动了 退一下啊 没有射到鬼王走吞 太让人失望了 再混乱一下 好 这轮化金就可以把持甲转移给鬼童完了 然后鬼童完只要进烈魂狂杀就基本结束了呀 恶鬼把樱花给吐出去 剩下两个就随便打了呀 鬼童完打掉一个 化金这里上来再套下持甲 打死另外一个 咦 有点肉啊孟婆 咦 最终战的第三段啊 防止敌方的千击触发五层悲歌的永生之息 就防止拔锤嘛 多利用持甲无视被动的效果 还要注意伤害不要移除 开局行动 我方的新雄先标着对方的千击扔大招 混乱对方 并且让他的千击被他鬼童完锁条 然后化金这里上来转移一下持甲 转移给我方的千击 因为这里看属性可以看出来 我方的千击攻击力很高 化金和新雄攻击力不行啊 必须要利用千击来打出这个持甲的伤害才行 这里上来给他的挖老板拍一下 好 点对面的千击混乱一下 化金这一轮上来提甲回扣血 补一下血啊 压压金压压金 然后这里新雄再扔大招给对方的棋子啊 因为这个时候鬼童完不管是打千击还是打对方的 不行啊 棋子不吃这个东西 对方的鬼童完如果打在他那个挖老板身上是会死人的 我方会死啊 不是敌方会死 我方会死 就要小心谨慎啊 要利用持甲那个无视被动的伤害来杀 不然对方 要把我们给杀咯 这里的话新雄点一下混乱一下 好轻轻轻的拍一下 持甲 还差一点点持甲把对面给杀掉啊 嗯 新雄疯狂的闪闪闪闪 把他千击可以给他杀掉了 还没有杀掉 来 再开持甲 我方千击是绝对不能去拔锤子 因为拔了锤子就会发生很不幸的事情啊 就会有很不幸的事情发生 好 还差一个持甲就行了 还差一轮持甲 哎呀 不该标给挖老板啊 万一挖老板被骰骨突然打死 那岂不是我要记 这里赶紧划金开个持甲 杀掉结束 很惊险啊 不过按照这样的操作也可以过呀 也能过就是了 那这样一来残居得胜全部都打完了呀 七天的活动 上中下三期攻略视频都已经做完了 上期和中期可以在我的视频空间里面找到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爱特哥海城路哦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